故事的主人翁是这一名叫做朱立春的中国妇人 她说自己没有背景没有学历 所以三十多年来她都一直是在打一些薪资比较低廉 然后又没有保险保障的临时工 现在是在药妆店里打工 她说其实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怀抱过梦想 她去考了长春市的电脑职业技术学校 结果她一直苦苦在等这一封录取通知书 等到开学都没有拿到 她以为自己没考上就很丧志 可是没有想到她其实是考上的 只是她的录取通知书被人盗领了 一个不知名的女子拿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 冒用她的身份去读书 毕业之后进入了中国农民银行 现在还做到了管理阶层 2020年的时候这名女子找上门了 为什么因为银行发现 你的身份有问题啊 就要求她去找真的朱立春 说给我一个证明写说一切都是误会的话 那我们银行就不追究了 所以她就来找朱立春说 我愿意给你钱来弥补这30年来的误会 朱立春她不愿意 她要求你应该要当面来跟我道歉 她说到底谁可以还给我被偷走的30年人生 她说结果这名女子就消失了 不愿意再跟她见面了 所以她就开始追查 一查之下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名下竟然是有健保有社会保险的 可是真正受保障的人不是叫做朱立春的这个本人 然后呢她就去跟警方提告了 可是收到的却是撤案通知书 她就去追警察说 为什么你们撤案 警察告诉她说因为呢这个被告啊 她是有孕在身的 所以他们撤案了 她觉得她很不公平啊 她就去找了银行 结果银行告诉她 我们当年招聘的时候 她都是符合条件的 那因为后来矿工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呢把她解职了 那么朱立春就觉得 到底谁可以还给她公透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讯息 也请你去锁定华社新闻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社新闻YouTube频道